开始了 上来作为前辅者的是我们的CAPER 作为保卫者的是VG 勾手的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对 现在这边就真的是考验两边战士上面的一些东西了 如果说你能打出一个不错的战术 就能在这个团队里面拿到上半场的一个分数 我觉得是很不错 就不敢单在前面的保卫 我们看到第一时间CAPER也是很小心 在前辑的话并没有选择了一个太强劲的一个强点 反而是保卫者这边的话 VG是选择了一个一线的一个防守 是 你保卫者的话应该是形成一个上下的交叉火力 中午RYU的位置占的还蛮大胆的 我们来看一下狙击手是来到了这个B区 MNG这边是架住了插路口 哎呦 这两颗手雷下来 我们看到Reku的这个血量啊 瞬间变成了一个小残 瞬间变成了一个小残 自己手的一个空胶 但是及时的打了一个反闪 那这样的话 比包点的前后的前后的闪白 而且现在是 CAPER也是没有往下去扑啊 嗯 等于这边是进行一个刷屏 看到 直接是一波爆发 直接是一波爆发 你会发现威姐这边 呃把这个坑下面的这个位置也是布方的很好 对吧 嗯 只下去了一个直接被秒掉了 我觉得这个距离原因还是没有跟上道具 对吧 如果说你后期铺了很多道具往大根 再往这个保卫者加铺的话 这边在下面的保卫者潜伏者是有所发挥的 但是好像没有铺道具 让这边直接过来了 就下面一个人真的没办法打 是的 烟雾弹你没有投掷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闪光带你也没有去投掷 我这样画上来的第一分是有的几个像 来看一下这一分 这个我们也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有一些玩家在讨论啊 就是说这个军手在这个山盘里面杀了27个人 在将比赛扳平 到底是有多艰难 对 到底是有多艰难 就扛着这四个队友终于来到加拿赛 确实有发挥 这个不得不说 就你扛住了 对吧 队友能帮你也顶住 对吧 在这个加拿赛有发挥了 而且我们看到来到加量地图以后 危机的状态可以说特别不错 在第一时间拿到一分以后 这一分又是前期的一个优势 XFAMS被打掉 这边的话 RYU这边的中路 RYU是一发带走了一个 但是这边 马Zinn补了过来 中路没有过点 哎呀 一颗手雷 炸了马Zinn将近30血 这位置无论如何都不太能放的 因为现在很多队友都喜欢打中路突破 MDS这边是架住了 B区的长项后 这边是想来 找A包点的推击手 推下枪 而且就算是A大的被狙掉 我们看到小道的三个人 直接 不少了 这一刀点 这边近点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三打二的一个 回方一个 这边剩下REQ REQ一个单点的位置被发现了 有没有机会完成那个一打二 我很聪明啊 谁能跟队友抱团 哎 20秒 时间挺多呀 下了皮子之后就被对方 对锁住了位置啊 这个 哎呀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发现这个 两边啊 不管是Carbon还是 VG也好 他们好像 好像没有红秒进攻过 就唯独这一次是红秒下包了 就残局的时候会有 但就团队的一个进攻 五打五的一个进攻节奏里面 你会发现 好像没有一分钟以后进攻的 就全是在一分钟之前 已经把战斗给结束了 或者到最后的时候 只剩下残局了 打到一些红秒 那这样的话 第二分也是由 VG的我们拿下 第五分来到了 来看一下这一分 这一分的话是 两个人来架下中午 但是我们看到 已经有想进攻 B区的这个势头了 是的 哇 这边是侦察到你 Extremus的位置 完成了一换一 那这样的话 现在是一个四打四 B区同样的位置 Luka也是补到了直向后 从腐蚀地雏上来看的话 是一个121的防守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好像是 想要对中路有所动向 四个人已经在中路集结 不过RYU这边 也是没有看到 连接的人 这边狙击手再次发挥 中路是狙掉了一个 是 这边 其实凯子也很想找对面 去对一下 想咳一下 看你能狙击手早就走了 赶紧转 打一下换个地方 是这个狙击手最常见的 换了个步枪过来 RYU过来 因为给凯子找到这个时间差 给补掉 大家看 胆子很大 他在桥上跳过去了 兄弟什么情况 这个背身被这个旋转跳 身法的男人拿到了这头 保卫者再次发挥3比0 哇这个身法是真的好啊 而且是那个举手对吧 对 他胆子真的是大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 他手枪去找人打 对在这样那个局面下 牵起手将从桥上 直接一个旋转掉 来到小道打了一个背身 走了 就我已经看懵了 我觉得 就胆子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了 就我在 我觉得在国内的比赛 我看不到这种局 这边要爆发必须了 实在打不开局面 要必必对一波爆发五个人 被打掉了两个 对完成了一换一 不过 XGOMES这边是打成 没了 这要被炸掉了 对 直接炸掉 剩下 两名潜伏者 二为四 还不走 你还在等什么 你看又被刷了4比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放啊 这本身B区就是属于一个 呃 就是偏重防的情况 而且补防的速度也非常快 B翻来到了0比4了 就我觉得还是被对方压制吧 首先是局守的一个发挥 确实局的一个状态 可以说是特别的不错 而且像路卡像包括这个RYU 个人镇守这个包点的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是的 你看这边局66-1 什么局 第二场包括 我想知道他总共能杀多少人 就两场就两两场爆破 不一定要 有可能是也可能打成2比1 但咱们以2比0来算吧 看一下一会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加上他上一场比赛 杀27个 嗯 现在已经杀了30多个了 就又又如果说 队里面有两个人发挥不好 可能这两个人加一些 就不一定杀30多个 对 看一下这边是要爆发一下 H的一个进攻 我们来看一下H的一个防守 这边是在这个直地下的 Mazin 一个关键性的点位 而且这边后点是因为把 第一枪直接举掉 直接打掉 不跟你多数 不跟你多VP 直接打掉第一个 路卡斯的拉过来 也是打掉了Superman 不过后面潜伏者 也还不错 等于局过2-2 是的 这边的一个过点 已经是被发现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三打三的一个 三打二的一个 二打三的回防 嗯 路卡斯的血量也就是很多 不过目前手感比较好 那没了 台子这边局界是枪法在线 剩下路卡 因为他这个难度太大了 对方不仅形成了个伤害的 他所力 而且是主动出来拉点 1-4 卡本这边是扳回了一分 这一波 呃 我觉得打得太急了 再拿一点 就是你拒打了一个人以后 你可以等球上帮你补 这个道理 你再拉出去打 他太急于想 再打帮忙帮助队友了 而且这边 马泽尼这个点 我觉得 我宁愿他站在箱子左边 我都不愿意站在直踢这边 因为直踢这边 他不好走了 是 箱子这边 哪怕别人穿你 还是有机会去打第二个人的 呃 说话的期间 马泽尼是选择跟队友 选择了一个前顶啊 顶到了小道的这个 近点位置 而且这边是有所收获 我觉得两边应该是有个碰撞 对 看一下会不会上小道 今天是本局 危机战队作为保护者 第一次选择这个位置的架点 对 看一下能不能收获奇效 胡卡曼 他来了 他没来 这边是五人的一个爆发 五人直接必须 我们看一下 必须的防守这颗手雷 就感觉回回 螺旋雷 直接炸到了三个人 而且很残 然后这边是给了一个 背身是被打掉了 三个人这个会防 我觉得可以打 那对于卡曼尼来说 这一分是必须要拿下的 对 那现在是一个四大三 C3放成功 这边把前面 对 这个 举手来架这个后点 前面把正面给打掉就可以了 是 看一下回防啊 马尽雷和 另一名保卫者是选择从B扣 别跳了 没了 看一下马尽 一位三 三个人 二比四 这边是连续追到了两分 很聪明啊 就是 刚那波打完H以后 迅速的选择了一个五人集结 就是对于这个 B区是有所进攻 对 但是每次他们进攻B区的时候 还没有开始 拉阵型 就被手雷炸 炸得很伤 上一把的话 就是一个手雷炸到了三个人 两个人被炸了半选 这一把话又是保卫者选择了B区的顶防 两个人形成了交叉火力 感觉潜伏者还是比较偏爱去进攻B区 看一下对方 阿万又完成双杀 这个是突然间阻断了 哎 但是B区 哦要刷要刷 没刷掉 满成了一换一 不过 你看到MND这个血量也不是那么多啊 是3D血 那对于潜伏者来说还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两边都是有 都是有机会 这边是直接被补掉了 但是打掉了凯特特别多的血量 而且两名潜伏者的走向也是 嗯能看了一个大致 哎怎么说准备分兵作战吗 还是选择空点 哎因为现在时间也还比较充足 但是搜点上出现一个失误开小道对 你这个要是把他拒了我就蒙了 就神赖只拒 对 看一下马尽和Solo 两个呢 一为一 这个 啊 他的育秒点其实并不在中路 嗯 而是放在了这个B区的位置 嗯 因为还没到近点 到近点可能就放在中门了 是 大门这个情况的育秒点肯定在前点和圆点的位置 5比2 这个分数对于卡本来说并不是特别理想啊 因为第一分的一个落败 等于他就现在是一个 第一大分的一个0比1嘛 对吧 第二分现在还是一个 呃一个劣势 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你必须要在下半场拿更多的分数 因为两分其实并不是一个及格的分 那这样的话再看到连拿两分的情况下 维基战队是拿到了目前是五分 等下来三分 而且专门看了一下这边聚首还是一个ACE 是 不过这个整个队内的差距 就没有出现那种明显的量级分化 对 他的压力会缓轻很多 缓太多了 他说我这局差了八个 我已经很不错 你们开始杀人了 那看一下这边又是 呃进行了A打了一波同时 举手又先杀一个 是 杀两个 这样的话 A包两个 捧的不防虽然说很快 但是枪法并没有刚过 这会迈和solo 两个人是完成了三个击杀 就两个人架好了枪 然后刚好两个人都护了过来 直接是被秒掉了 对 三打一 咱们这边有点被动啊 这边是 Aphimus是直接选择过来找人啊 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看这个架枪 啊 他是在这个小道把这个局给打掉的 要不然局部就还有输出的空间 是 这边是搬回了一分 三比五上面来到了最后一分 这一分对于两边来说都是尤为关键 对 分差到底是拉开呢 还是说这边的话 继续去把这个分数给追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 DG又是架到了A包点 哎 solo这边是 在什么位置 是死了 对 自己 我就看他一直在掉血 但是好像并没有 就就是枪身 将对有没有叫也没有交火 吓死了 那有一点点到这种局 心理压力太大了呀 直接吓死了呀 别闹了 刚才看他的这个 好像是在没想到的位置 哇 不是反应也太快了 排头顺区 还要打你看他 他这个样子就是还要打 好一个位置 哎哎来了 而且他来了 他来了哎 你看这飞沫子也想跟他对几岁 他的这个飞沫子也想跟他对 但是感觉好像应该是队友呼叫他别这么对 嗯 不能冒进中门 但形势上已经很严峻了 他想要有中午还不错 但是爱一个的血量 血量上被打了很多 嗯 这个四打五 就看experience的这局真的 他的这个突破如果说有所发挥的话 绝对是 反正有个大的 对 两个人现在是 哎呀 在地仓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40秒转点 说转也能转 但是不好转 因为只是两个人你可能四边方都有人 而且你知道A爆点还有一个狙击手的情况下 那算了 只能硬着头皮来打B 看一下中路不错 哎有机会 但是狙击手再一次发挥 其实应该有提防啊 就是这个狙击手 狙击手已经不敢去往A打了 对 就是才找B了 这就是已经开始季蛋狙了呀 刚才拉几家后路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冒险的 直接被秒 这样的话上来的一个比分是 6比3 对 那其实对于维基来说 上半场拿6分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小小的领先吧 是而且我们有看到一直在夸这个狙击手 但为什么要夸他确实是他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以后 包括来到了 第二场比赛的一个上半场结束 他总共已经杀到了40个人了 对 就这个恐怖的一个数据给到我们什么 就是说明每一个半场都是10加以上 平均下来 就每个半场13个 每个半场13个 就这个数据 就已经很非常非常的恐怖了 而且确实是自己的队友现在也是开始发挥了 而且今天他的发挥特别的圈粉 我们看到他上半场作为保卫者 自己单兵防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自己的卡铁的位置也比较多变 我看到他来到了B控顶防过 然后一个人去守A包顶防复比较多 但是中路包括岔路口 还有个旋转 他直接来突固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惊艳的一个 就是我没想到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他敢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个是很恐怖 就这个首先这个举手自信 就每个枪有的自信 我觉得是这一点 他又自信又有头脑 对吧 而且残局能力还强 就这个是很恐怖 就特别的全面 是 那我们看到攻守互换 下半场的话VG是作为抢射方 卡铁是作为保卫者一方 保卫者 呃 首点还是蛮主动的 我们看到Superman已经来到了B联街 并且是起了双狙战术 好 危机的狙击手又是拿到了下半场的手杀 打掉了solo 五打四 我们知道不管哪张地图 包卫者一旦吊人的话 在防守上终归是有漏洞的 是的 总共会有个地方是个薄弱 薄弱的部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手雷 炸了击臭 大概12滴血 就血量上炸的会一点点可以接受 是的 但主要是自己使用的狙击还是不要太莽撞啊 就不要那么着急 因为其实自己是这个落后嘛 你打得太激进了 其实反而对自己不好 嗯 这边也是从中路出来 侦查一波双方的一个照面 正好撞到了对方的枪械上 开刺 中路不放过来 我们看到一波刷屏 这边应该是小进攻B区 结果没有想到B包点的这边镇守是非常的成功 是的 只剩下了马泽尼一个人 对 而且C4还掉落 这应该是个这个XM4血量 当时不多 对时间会给到他是有机会打这个局的 那C4前回来看一下马泽尼的这个残局 首先锁定B区是肯定有人的 漏脚不深的话 主动要来亲下大口 没有 他好像看到右边 右边死角有一个 那这分他却怎么了 没发现右边其实是已经到点静点的位置了 嗯 其实我们从这个上帝视角来看的话 他可能当时去转A就会 胜算会更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放在国内的一些 选手而言 他们其实不太会在这个点 在多多恋战 对 我可以去转点 我有时间去再去打这个残局 我重新整理一下都可以 没必要在这个点去继续打 因为 别人的一个方案就两个人守一个点 对 比你 你绕一下以后 你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位置了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上下班场的话 保卫者是拿下一分 看一下这个索雷 没炸到好像没有扔准啊啊刚刚好是刚进去刚好也是我就丢次了 对 看下这边的一个BG进攻再次选择了五人的爆发这边还在刷还在刷有没有机会 完成了一换二就坑下面其实还有保卫者对 再次补过来人的这样的话没法打下不去了 这边是要等就有两个人 哇 这个被秒掉了 对 那其实刚才在等个两秒钟等到B包点的队友回防 形成一些交叉的火力点可能会更好 看一下现在是一个狙击手的EV2 选择用手枪去对抗 他这个身位的话还是对方是先看到他的 就因为刚好是男人会比较大嘛 刚好他往右边拉的话是他先看到这个狙击手 是 他那个点如果不主动的话其实要么就加远点的狙 在这个点的话有点吃亏 给大家铁市下现在来到了下半场的两分也是用我们的喀布拿下 比方现在应该是一个6比5 双方的差距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了 两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VG战队还是蛮小进攻壁区的 但是收下并不是 啥 很明显啥了 烟雾里给他鞠了 烟雾游侠很正常 你看现在一些这种比赛 就你会发现这个选手在烟雾好像真的可以无视 对 对金燕峰在我们的说话时间这边必须是一个 双杀以后直接爆发了必取啊 我们看一下两枚保卫者的一个回房怎么办 二打四 有点难 而且手张手上的道具还很多 对你既然封了道具我就再往里面多封一点 看能不能混烟混过去 因为这边枪法是出现一点失误 那就没了 对 因为这个烟雾直接封在这个靠保卫者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其实很难受 就你没办法去往里面打 下半场 下半场危机也是拿到了属于借的第一分 7比5 这个局确实胆子会比较大一些 而且他还没办法去 他还没办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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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似乎真的不需要 队友过来跟他打个配合 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有想法 有头脑 对 在场上打的也不拘负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把的话 卡宝是做了一个B区的重方 因为也是意识到下半场 危机是真的很想打的打B区 并且 并看我们看到 Superman已经顶到了这个二楼的前面 道具有点伤呀 是 直接给Solo劝退 退房到了B包点 但是你最有不推的情况下 自己退了 那岂不是补不上枪 诶 这边是保卫者 在什么位置 是打了两个人 看看现在是一个三打五 我们看到Superman 这边血量是真的非常的残 凯子也是守在了中路的一把狙击 都脚不冷 其实明明这个 知道人的一个位置了 为什么还是打这个点 不管是脚不伸还有开枪伸 其实已经锁定在岔路上是一把狙呀 那现在是一个二打死 这把狙击的 他对哪个灵性到侧身打掉了 对面一个击手 二打三 哎这个他怎么来到这个点呢 枪的两个人哎 两个人分兵被打掉了 他会被枪的位置直接打掉了 而且随时也是掉落时间还有半分钟 这把话这个残局就是明显然 两个潜伏者是分兵作战 呃各自去收人头 完了漏脚步了 嗯 主要他剪辑子也是会被发现 空降 哎呀刚这么说对方抢水了 但是这边没办法还是被打掉了 这个残局虽然说是看不拿下 但是双方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点 呃这个失误 比如说会被狙击手 踩着会被中路打侧身 包括刚才呃VG的狙击手 在a包点也是绕过了对方的一个防守 进了a包点 但是枪牌没有干过 一分来到了7比6 哎这个狙击位 前期现在我觉得飞机上半场是6比3的一个优势嘛 慢慢慢慢的现在只有一分那个优势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压力也比较大 特伯曼也是砍到了一个点 这个呃 闭舱门口的这个架上面的二层点 嗯 其实是能够被侦查到的 你在这排点的过程当中会 只要你仔细 找到一个角度能看到 就是看的肯定可以看到 就是你只要仔细的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局里面 啊 你如果还有这么细心的这个心理 我觉得这个突破手 这个搜点的人一定特别特别强 对特别有实力 是 但是我们看到这把的话 维神是做了一个中路突破 直接来插了口 算先是打掉了对面的 R1Q 但是Solo这边直接是秒掉 欢迎颜色 7比7直接站平 这你看他在中路突破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过多的运用道具 在进攻B区的话 其实多了也是因为自己没有吃到 任何的这个闪光呀 或者一些手雷呀 就有一个很好的输出的环境 7比7双方暂停了 这边好像想直接爆发B区 是 维克准备是两次加了这个点位 看到了这个回家墙下的人 没想能感觉到 他们在这张地图研究还算是比较的深刻 对有一些细节点位的一些研究 对 不过VG来到下边场 我们看到只拿到一分 喂 啊老战术 从这个中门出去以后跳箱直接转A区 之前是见到过 是的 之前在我们的夜翱的比赛里面有见到过 对 他们不去打B也不去从中路直接走 他们是跳箱子打这个 从枪声位这边走 只要把景佳桥的人给打掉之后 直接去转A高 那这一波的套路还是非常成功的 是的 8比6 这边是非常漂亮 一颗反白刚好是白到了枪声位这边的这名保卫者 这名保卫者应该就是架这个旋转跳的位置 他们想到别人会从这个箱子上跳过来从另外一边上来了 下半场的话你明显的感觉到目前数据上 马Z更新的非常的出色 哎这边是选择了一个A门的顶房 XFAMOS是直接拉到了斐家 那排清一下你斐家基本上可以确定你是要进攻壁区了 哎这边也是呃一点也都不心疼自己的道具 就该怎么丢还是怎么丢 是 反而感觉还是吸引了一点VG的注意力哦 我们看到VG这个时候在第二时间点又回到自己常规空点的位置 这边好像还是要选择这个B区的一个进攻 因为刚才确实是呃 对于中路这个点是有所这个收获的 然后这边好像转头是想要对于这个呃 B区是有想法 对 你会发现VG战队的整体心势真的非常的强 刚才要是转点的话大家都是同步转点 看到今年来了我们看一下必须应该是要爆发 戴包已经到了应该是一个四一 这个宝典的solo这又是一发被秒掉 直接一个双杀这边的一个突破手的状态特别好 看Superman这边也是 及时的补防过来 这边这个突破手 我就在叶奥里面也是这样 就一发给这个位置 就别人拿卡那个位置也是的 就直接被一发 对露个头直接被带脱 哪能碰到这种选择 哎 看下Superman这边 好像还不错 但是没有办法对面的火力实在是太多了 瞬间这个变 变成了这个 呃 9比7 对 就我刚准备说瞬间从高情变成表情 那这样的话对于VG来说 也是拿到了他们整场比赛的一个赛点值 是的 确实啊 就是那个点的一个突破 很很让我们记住了这名突破手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把的话 双方在B控的一个交火 他们这边是战队战了一个绝对的优势 哎 剩下这个两个前部的 我觉得重新组织下还是可以打吧 因为其实在之前 有出现过就是 进攻 对 就像这样的残局的话 其实也是 包括在之前的比赛也是有 少打多拿下的这种先例嘛 看一下这边是非常的精准 打掉了 嗯 直向后的 这感觉直向后好像很 对感觉很很容易被打掉一样 但明明这个点是特别不容易被打掉 就露个头 而且是蹲战蹲战这种状态 是就给你这一发机会 哇这二打四选择下包了吗 那不管 记得手感好 看一下 没了 拉过来就是三个人 这三个人 虽然锁定 三个人的位置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 9比8 是的 里面也是比较的纠结啊 因为刚才那场是打到加持战 这场也是9比8 不知道 这一局 对 到底是加持战 还是VG直接2比0 进入到了这次 本次巴西要紧战的一个决赛 对 看一下这一把 A8点是上下交叉火力 还真得 VG战队在这个来到下半场的话 进攻B区和中路比较偏爱 这个A1大好像比较少 但是卡本在防守上对A区 没有掉以轻心 还是长过的一些上下交叉火力的防守 而且是比较偏爱去起双狙战 所以我们看到R1Q 也是一直拿的是飞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 这颗雷 很舒服 两个人都是半选 好像没怎么从A大打过A区 对吧 基本上就是可能转 转啊小道啊什么 没有从A大这个位置走过 后来这边其实直接选择一波爆发 第一枪是没开出来 枪绳位动不动 咱们是这边 哇一个精准的包头 又是完成了两个应该打 对应该要打一起双杀 那这样的话A包点是成功 守住 剩下马尽 哇这个局打的真的是 我觉得很惊喜 而且确实 x famous这个点 没人过来搜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来说 你都该往这个点来扑的 没人来扑这个点 反而是通通都往这个 这个后后面的位置啊 后路的位置 包括包点位置来打 剩下马尽一威四 这次也不在身上 感觉这次应该是要双方要打平了 是 而且四个人也是比较 呃求稳啊 就 要么就是一起出来拉枪 要么就是我们常规的走高 哎这个 凯兹没有帮忙看A大吗 没了 哎正常的话他 有啊 啥 什么 凯兹 还是没出来补枪 你别说 最后一个一打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枪 有没有机会 但是感觉没有什么子弹了 哇 这个如果说真的 不要这个残局 绝对是看车经典中的经典 这个残局 对 其实我们看到A连下的 那个保卫局的站位 虽然说是漏了一个侧身 但是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A包点有队友 去帮忙去架一下A管 就A包点 我看很多人啊 不是说一颗两颗 就是全部的A包点 这会被他 不是很想漏 对 打成这样的一个局 怎么会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再给他一点子弹的一个情况下 再给他多一点悬崖的情况下 凯茨不一定能对过他 对吧 就在那种情绪下 自己的手感已经上来了 凯茨心理压力也会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 双方也是在第二张地图 打成了一个9比9 就是连续的两张地图 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加时赛 那其实 进入加时赛以后呢 前面的几分比较重要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嘛 就是进入加时赛以后 如果说你能再 担任这个保卫 两边好像担任保卫者的 拿分都是6分嘛 对吧 拿分率都比较高 都比较高 那如果说打成2比1 可能购书交换以后还是一个2比1 可能就要打黄金加时了 我觉得 那其实对于 呃 维基来说 虽然说我们看到上半场是6比3的一个领先 但是你真的放到港口张地图的话 其实 并不是说这个优势非常的大 是 那双方也是进行了他们的加时赛 还是要看一下加时赛两边的一个较量 这边还是担保卫者的是这个 维基维基的话 如果能拿2分 就是他们的极客分 对吧 跟刚才一样 2分放大 正好是等于是这个6比3嘛 我们看到 其实这张地图双方的高光时刻是真的非常多的 是的 而且最后一分也是打了相当的惊心动魄 那一分拿下了直接2比0带走 我觉得全场都已经糊弄了 是 好 上来的话 双方还是比较的这边保守 比较常规的空点 是的 最近双方在第一张地图潜艇也是打到了加时赛 不过加时赛的话 VG并没有给Cup太多的机会 4比1是直接带走 那这一分的话 我们看到潜伏者上来是将西斯队在家里 两个人先去试探一下B空 就是先空点嘛 先不说别的 这边是举了一颗反闪 随时准备扔A大 他们这个防守阵型是非常实用的 基本上每个点位都不会漏 是的 现在主要我觉得还是要 看一下他们的选择 对 看看他们这个作为潜伏者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动向 对 好 这边应该是A包点扔闪光 配合A大的一个突破 但是我们看到举击手在A包点直接完成的一个双杀 通叫三杀 你再跟我说手枪再能打一个四连杀 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太过分了 这下X飞摩尔斯自己 是的 这我发现当保卫他打得非常灵活 当潜伏 刚才没发挥 发挥的空间好像是不是很大 对 不是很大 当保卫就来回的转嘛 AV都可以打 但是当这个潜伏者就没办法 我觉得也受到这个战术的这个局限性嘛 而且他之前打潜伏仗地图也是上不来当保卫者 那真的是 呃这个力挽狂乱 好那这样的话加速赛的第一分也是由微致拿下 来看一下第二分 嗯哎在那里想什么呢 应该是 就是确实没有看到啊 就是举手这个发挥能帮助队伍很长士气 对对吧 而且确实是也是给到对方很大的一个压力 嗯 对于卡本来说 担任这个潜伏者不拿分 不行 最少现在要打拿了个一分对吧 占平就打成2比1共交换以后 他们担任保卫者我就可以打 哎这边好像旋转跳 哎不是没有跳上去 看到了阿拉优的位置 被穿 这被打成只剩一滴血啊 反正至少是没有阵亡嘛 对吧 保护自己的战斗力 这边凯子也被打到了一些血量 是 那其实中路的一波交火还是微致有点小伤 是补过来三个人好像 破坏一波 给自己拘手来单点来玩 然后是三个人来正方A曲 这个是MDS是靠近的必须来看这个旋转跳的位置 嗯 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卡布人的优秀选择还是要爆发A曲啊 上一分也是打个A小这一分还是要 嗯 还有这把是配合了A大 而且中路斯波曼也是打个单点 单点突破看一下牵制一下 A包点和B区的防守 让花A大级上 一波道具的配合再加上自己的枪法刚引直接清空了A包点 第三方没有什么问题 这把应该是个回防战了 是的看两个人怎么打回防吧 哎这个好像很多点都有失误啊 嗯我觉得A包点的这个保卫者啊 他的吸引力是完全被中路的人被吸引 哎这边G手是把下面的给打掉了 嗯二打二还是可以打的 不过我们看到MN的血量实在是太惨了 5D血 这个还不还不往前就没进啊 G被打了没了又被打掉一个 感觉非常难了 而且现在C4的时间 并不是很多1比1占平 嗯 等于潜伏者连续两把去进攻一小道 不过第二把还是比第一把做的更 这个全面一点 至少中门包括A大都不止道路 来看一下这一步 上来又可以放一个转车 一换二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C4来说 占了很大的一个优势 如果他们当然这样的一个潜伏者 拿了很多的分数的话 那公主交换很好打 对 但是我们看到VG这边 其实在人少打人多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主动 你看 还想过来对枪吗 因为我看他的血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 呃这个中逼了就确定你打逼了 这边就没想到 呀这边就没想到呀 你有开出来这是自己的一个失误我觉得 他其实有的时候在架点上的确不太顾及有没有掩体 他我就觉得自己打的舒服就很少 就是那种直架点对大部分情况下是往前附近 他就把他身法呀通过一些运作来打 看一下路卡 闪光闪透了两个人 有机会 但是自己的血量并不是很乐观 哇就几次都是这种比较 难受的局就自己血量不多 然后如果说有血量的话 可能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残疾 也就是几次都是打到了最后几个就剩 唯独剩最后一个的时候自己血量不多 对吧如果说那血量 够的一个情况下 可能这个局也是可能有能是背掉的 其实整场下来的话 每次打残局的时候其实 前期都做的非常的好 但是总是最后一为一的时候 可能没有打过也是比较的伤 那这样的话双方在加时赛是比分是一比二 由我们的卡普战队 获得了一分的领先优势 你知道第一张地图双方也是在这个加时赛 有过一个这个加时 当时比分是4比1 由危机战队获胜 那其实这个2比1 对于这个卡普来说是非常开心的 为什么他们单人潜伏的拿到了两分 那公主交换以后 他们其实压力会特别小 自己单人保识 如果说能好好的防守得住 这边的一个进攻的话 他们会迅速拿到第二个一个胜利 对 非常有可能要知道双方在第二张地图 当保卫的拿分率还是蛮高的 这边我们看到上来就是进行一个比较 偏前点的一个价点 三人 领防被控 并且守住了B连接 这边的话 也是打得很激进啊 选择了一个B的一个前顶这边 高点位置只有一个人好像 但是看一下VG选择爆发 H 又来了 这颗道具是 枪神尾吧 对 双方的这个道具基本都做得很好 看到才是这边一换一 AX DEMOS 配合对的队友从这个紧张后路以及紧桥回防 这些道具有点浪费 是的 你丢了这些道具以后 你说保卫者吗 对 你没有没有往前去突进 其实 对于这个道具还有点浪费 因为你如果在打回防的话 很难打 主要这个 潜伏者在包点吃了闪光中 还有缓冲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有这个狙击 又开始了完成了三连杀 这边给你摇起来 你没办法这样的话比分来到了2比2战 你碰到这边就有 就跳起来一个跳起来一个这边就看到了 没打到以后手枪直接是摇过去 嗯而且队友的枪械里拉的非常的好 加实在 加实在上下半场打的比他 整个下半场打的忍受都受 你这样一下 今天的比赛下来的话 其实呃双方的指手各自有发挥 哎这边又在这个点 对他架这个点 给他睡觉应该有三次了 然后他这个位置真的能看到飞加很多信息 对 但是总没有收获 我觉得你架多少架这个点有有个收获 我觉得也让大家学习一下 没收获 就有点难受 就很难受 本来就没当一个教科书般的这个加点 但是话说这个位置 侦察的信息是蛮多的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分 四个人已经奇迹来到了 哎是骗道具的没有打 对 上实际上这个道具还骗的还蛮成功的 看一下第二时间过来 但是没有办法枪法并没有刚过 出发办这边的一个枪法再现啊 对 狙击这边也是 又开始 又发挥 但是你这个情况下 他又开始了 蛮难的 他手上又打了一个 两个人一直在下点 我还不信呢 对面三个保卫者 只要不犯一些一个一个出来漏点的失误 他应该是去下包留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背面是一个正面是两个人 是 看望的话也不是很着急 就等着你下了随死之后再去打个回方 这边狙击是在 潜伏着家里 哎对 那个苗凤的位置 那是像马瑞一V3的话 没有什么机会 3比2卡本这边是先拿到了局点 是的 这边只要再拿到一分 将会进入到第三张地图的一个较量 这一分的话进攻必须可以看到 给视角的时候是 架这个 嗯 紧加连接位置的这个保卫者 当时是两枪非常的精准 打掉了前点的潜伏着 凭借自己的枪法在线也是守住的币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 哇那颗手雷太香了 特别这战队真的 选择了一个快攻必须 也是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非常有成效的一波快攻 是而且是在吃一个手雷 血量上明显烈士的情况下 果断进攻必须 但是这一分加两个人 嗯 还是要过来对 直接这边秒掉是打一 举手静点的话这个输出 应该是要打黄金加斯的黄金加斯的话 可能 哦所以 黄金加斯应该还是这个 飞机担任这个潜伏者 因为不换边吗黄金加斯 但不换边的话飞机担任就要那个潜伏 其实刚才那个哎 但是我们看到x famous 这边 不着急刚下这个包开就开始浪起来了吗 完成双刹自身的血量还有三十血 我去看滴机这边动不动了 我感觉啊 他没拿手枪 他真的会出来拉枪 你看 还是这边是最终是在这个加斯赛里面战成了一个三比三 将会来到我们的一个黄金加斯赛了 是 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回顾之前在CF11的总决赛的冠军争夺赛上 我们的VG战队跟BD战队是打了两场比赛的黄金加斯 但是都是由VG战队获得的胜利 就其实能感觉到确实现在队伍的这个实力较微详细 包括刚刚看到真的是你来我往哪怕你打我一个6比3 下半场我还你一个6比3 对 那打到这样的一个加斯赛 其实刚才我有感觉就是保语的这个手雷已经打到了将近有炸到200滴血 但没想到的是哪怕剩下了300滴血 但他也能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残局 就确实是有想法跟有头脑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感觉选择第一阵的一个Rush 那我相信在这个黄金加斯里面应该不太会有Rush了 不过你没想到呀 你看最后一分的话 VG战队也是打了一个出其不易 直接选择快攻地区 即使是吃了一个手雷的情况下 我还是不要做任何的变动 就以他们之前在E1的发挥的话 有可能会稳一搏空一拍 最明显的就是他们作为潜伏准方的时候 不是很着急去下C4 你还记得吗 对他们就是会来回的进行卡点 就一定要确认真的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情况下 他们在为选择去下这个C4 是我们看到已经来到了第二张地图的黄 我们下期再见